好心有时候真的会办坏事 虽然这个结果谁都不想见到 福建厦门的戴某下班时 顺路搭载同事王某回家 没想到日后却被索赔上百万 近日 福建厦门市海舱区法院 审理了这样一起纠纷 顺路在同事下班 通遭事故同事身亡 劝谏年初的某一天 戴某驾驶轿车下班顺路 在同事王某等人行驶至某路段时 碰撞到路边墙体 造成同事王某当场死亡 经厦门市海舱公安分局交警搭队认定 戴某驾驶机动车行驶中 为注意观察前方路面情况确保安全 是导致该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戴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王某不负事故责任 戴某与王某家人对此均无意义 王某家人要求戴某赔偿130万余元 戴某也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但就赔偿标准双方僵持不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一 王某家人作为死者王某的继承人 主张戴某赔偿其损失 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予以支持 二 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 法案中 戴某与死者王某系同事关系 事故车辆系飞越营机动车 戴某搭载王某并未向其收取费用 且事故认定书中 并未发现戴某存在故意 或明显重大过失的行星 本院着定戴某征担的70%的赔偿责任 据此 法院判决 戴某赔偿王某家人 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 各项经济损失90万余元